再来看一道题,前面呢,despite是个借词,所以到这为止呢,算是个借词短语作状语啊,那主句主语呢,是分析师,动作是期望,宾语是制造商,或者是automakers,那in order to do呢,是一个目的状语啊,不用管他,那身后to set dividends相当于是一个宾部啊,那宾部里面动词是set,主语是automaker啊,那宾语呢,是dividends,就是鼓励,那more conservatively,这是一个副词作状语,就是set啊, 那d以d为分界,后面当成这个set这个动作的状语从句,那d呢,会指代一个复数名词啊,代替那个复数名词出现,这里面有很多复数啊,你随便找一个,你认为合适就好,那这里面比较合适,肯定应该是因为有鼓励的问题嘛,肯定是automakers啊,是automakers,那word,身前是并没有细动词的,所以它并不是省略,只能纯粹自己当动词来用,那就是试的意思,身后应该加的是表语,但身前不管是谁啊,其实你都当不成表语,最多是把这个choose, 再当表语,但是你说这帮人是waterset也不太合适,conservative是个副词,当不了表语,所以这身后呢,你补谁都不太合适,没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正确句子啊,所以a就基本上干掉了, b选项前面都一样啊,带回去,那身后这个done呢,也是跟a差不多,所以b也不对,c的话呢,这个to be more conservative相当于也是一个宾部啊,带回去,那b是系动词,表语是conservative,那done身后呢,这个day依然是automakers,have been呢是系动词,身后啊,相当于把这个conservative给省掉了啊,应该是conservative,但的后半句意思是说,这些制造商他们是保守的,很明显是ok的,所以先保留, 再看4D,把D带回去,主语是分析师,期望,宾语是automakers,那身后啊,直接给了一个从句,如果是个从句的话,那么很明显在这处放置的话,应该是一个宾语从句,那如果是宾语从句,相当于这个动词,带了两个宾语,一个是automakers,一个是这件事儿,但是期望这个动作并没有传递的感觉,咱们讲过,能带双宾语的动词,是要传递的属性的,比如说pass或者give, 但这句话里面很明显,期望是期望一个事儿,或者期望某人去干嘛,对吧,不可能期望两个对象,所以没有传递的概念,那自然不能在双边语言,所以语法就是错误的,一也是一个道理啊,依然是一个宾语从句,所以答案呢,选择是三个选项